同学好,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题目要我们试判断下列各三角函数值的正部 请填入大于或小于 首先第一题是sine的700度跟0做比较 第二题是tang的-110度跟0做比较 第三题是cosine的4分之35π跟0做比较 首先我们看到sine的700度 700度的部分呢,我们可以用360度加340度 那360度就是绕一圈 所以呢,它的最小正同界角 也就是340度 那340度呢,是介于270度跟360度中间 340度大于270,小于360 所以这个是在第四向线角 那记得在第四向线角sine的部分是属于小于0的 所以sine的700度,它就是小于0 第二题 tang的-110度 好,我们一样用100,负的110度 360度乘以-1,我们再加上250度 好,我们主要是用最小正同界角的一个概念 所以250度呢,大于180度,小于270度 好,那这个部分是落在第三向线 好,我们知道tang在第三向线是属于正的 所以呢,tang的-110度,那就是大于0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向线,cos的四分之三十五π 好,我们先把四分之三十五π做一个最小正同界角的处理 好,π的部分呢 2π就是一圈 所以我们乘以4 2π乘以4,再加上四分之三π,就会等于四分之三十五π 所以后面的部分,最小正同界角就是四分之三π 那四分之三π,大于二分之π,小于π 也就是在第二向线角 那cos在第二向线,它是属于负的 所以cos的四分之三十五π,也就是小于0 好,这样三题就解出来了 再加上四分之三,再加上四分之三